业力 业力是不具有人格性的 它是根据我们的行为运作的自然法则 这种法则本身没有立法者 业力自行运作 不受外在的独立主宰者干预 业力最简单的说话就是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日子未到 用农作修成的话来说 业力可以解释成 假使你播下好的种子 你将会有好的修成 假使你播下的是坏的种子 你将得不到好的修获 用科学的说话来说 业力是因果律 每一个原因就有一种结果 另外 也可以称为道德因果律 道德因果律 应在道德领域中 正如物理领域里面的运动律一样 法据经里面对业的解释是 心是善恶业的主导者 假使你的语言和行为 是基于善或者恶的发心 则愉快或者痛苦将跟随你 如同牛车跟住牛蹄 如影随形般永不离开 业力就是一种行动 生命体中的一种动力 名叫本能倾向或者意识等等 这种固有的杂性 推动每一种意识 包括推动心理和生理 这些一动起来 即成为行为 这种行为的重复 就是习惯 这些习惯 变成它的个性 在佛教中 这一个过程叫做业力 就业的终极意义来说 它是有善有恶的 可以是心智活动 也可以是意志作用 佛说业是意志力 如此说来 业是一种过程 而不是一种实体 它也是一种行为 能力和力量 有人解释这种力量为 行为影响力 这些是我们自作自受 人所经验到的苦乐 都是它自己的身 口意活动的结果 无论成功 失败 愉快 优秀 都是由我们的身 口意的做作而来的 业力是根据我们的行为 运转的 是不具人格性的自然法则 这种法则 本身没有立法者 业是自行运转 不受外在的独立主宰干预 因为没有背后指定 和管理掌佛的执法人 所以佛教徒 是不用依赖对一些 至高无上的力量 来祈祷影响业果 依照佛陀说 业力 既不是前生命运注定的 也不是一种 我们必须无助地 将自己交给一些 神秘不可知的力量去决定 佛教徒相信 人是种什么因 就收到什么果 我们现在所得到的是 我们过去所做的 我们将来所得到的是 我们现在所做的 所谓欲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是 欲知来世果 今生作者是 换句话说 人的过去 同现在交互影响 人的现在 不完全等于他的过去 人的未来 也都不完全等于他的现在 因为过去和现在之间 或者现在和未来之间 一直都在变化流转 业力 不是完全的绝对论 佛陀曾经指出 如果每一件事已经注定 那就无从拥有自由意志 和道德精神生活了 我们也都只能够成为 我们过去的奴隶 在另一方面 假使每一件事 都没有决定性 那么我们将无从培育道德 和精神的增长 所以佛陀 既非全然是宿命论 也都不是全然的不决定论者 在《增资报经》中说到 有关对业力问题的误解 或者不理智的观点 而建议智者 要研究和放弃以下的观点 1. 相信一切事务 是过去生所做的结果 2. 相信一切的结果 是由超越主宰者所创造 3. 相信诸法生起是无因无果 假使一个人 之所以成为谋杀犯 盗责或者奸淫 是由于过去的行为 或者是由超越的主宰所造成 或者只是偶然的发生 这样 这个人 就不必负责他的恶行 另外 还有一种对业的错误观念 以为业 只是运转于 对某一些有特定信仰的人 事实上 人的未来命运 一点都不受他所选择的特殊宗教所左右 不管他的宗教是什么 人的命运 完全由他的行为 语言和义业所决定 这些和他所信的宗教不相干 只要他做善行善业 和过着一些没有污足的生活 他的来生决定会生到快乐的世界 假如他犯了恶行 恶业 或者心中团积邪恶的思念 那么他决定会生到恶趣中 过着那些悲惨的生活 所以佛教徒 不认为只有那些以祝土为宗教的人 可以在死后升上天堂 不管他的信仰是什么 只有人心 能够决定他的今生和来生的命运 业力的重点 不在于死后的正义 佛陀没有隐蔽的自私动机 他没有教我们 以他所承诺的来生虚无缥缈的幸福 为业力的定律 去保护有钱人 或者抚慰穷人 佛教徒相信业力 说明了人类的不平等现象 这些不平等现象 不但是由于围存 环境 和自然 同时也是业力 或者我们自己的行为的结果 然而 我们必须了解业力 是决定我们一生成败的要素之一 因为业力 是一种看不到的力量 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的肉眼 去看见它的运作 了解业力如何工作 我们可以以种子为例 业力的结果潜藏在潜意识中 就好像叶 就好像叶 成长成长 业的作用 也都可以比喻成 银行的账户 一个人 在今生中有德行 有德行 慈悲 有人爱 他就增加了他的善业 就能够抱怨命运 他必须自己负责一切 如此 一个好的佛教徒 缺不是一个逃避者 他必须面对生活 无法逃脱 无法逃脱 业的力量 法据经中 佛陀说 没有地方可以隐藏 而逃掉业果 理解业力定律 就会了解到 我们要负责自己的快乐 和悲哀 我们是我们业力的建筑师 佛教徒相信 人 有每一种可能 可以去塑造他们自己的业力 来影响他们自己的生命方向 另一方面 人 既不光是自己行为的囚犯 也不是他业力的奴隶 人也不仅仅是机械 自动地放出本有的力量 为主人做事 人也不仅是自然的产品 人具有强力的能力去控制业力 人的心更强大于他的业力 所以业力率能够为他服务 人不必为了臣服于他的业力 而放弃他的希望和努力 他可以积累功德 来抵消那些恶业 他也可以做更多的善法功德 淨化他的内心 而不必单以祈求 礼拜 或者实行宗教仪式 来消业果 所以 人能够为自己赢得宽恕 只要他以智慧去过着那些崇高的生活 人必须运用后天的富裕 来促使他的理想 命运掌握起我们自己的手中 虽然这些并非我们当初自觉的选择 但是却能够追索到我们过去的业力 现在我们随意作为 照我们已经有的因缘做下去 我们可能有得有失 有什么行为 就有什么结果 这一个是对任何人都没有差别的 每一种行为都有其业果的 每一种业都不带有任何的目的和意图 也都不能够构成为决定性或者不决定性的行为 此所以佛陀解释业力 如同意志活动的理由 也都即是说 无论是善或者恶的行为 如果我们所做下的善、恶 是没有任何目的的意图之下所做的 则未必能强而有力地带到来生 然而 如果其本质是属于愚痴 就不能够免除其业报了 连小孩和无知的成人都可能犯下恶种 只要他们的行为是有意去损害 他们就不能逃脱业报 例如一个小孩子 接触到一个火烧的铁棒 那那个热度是不可能 不会烫伤小孩子的手指的 业力的作用正是同样的情况 业力是不偏不差的 如同地心引力一样 冤贵摩罗和亚欲皇性格彻底的转变 说明了人的潜在力足以去控制他的业力 冤贵摩罗是一个马路上的大道 他谋害了上千的同胞 我们能不能以他所做的行为论断呢 在他有生之年 他争得了阿罗汉果 这样他超渡了他过去的恶业 亚欲皇是印度大帝 他在战争中杀害了成千上万的人 而扩大了他的帝国 然而当战争胜利后 他完全改过自身 亦都因而大大转变了他一生的经历 文明于世的历史学家H.G. 维尔斯说 历史上成万的帝王 有不少剃造了文字武功 但是其中似乎只有亚欲皇的名字 能够如明星般照耀千古 佛教徒相信人能够控制他的业力 但是他们并不相信任何事都是业力所致的 他们并不忽视自然界的其他力量 依照佛法 有五种过程或者自然律 混转于这个身心世界 一 有关于季节性转变的季节性律法 二 二 有关杯牙和种子顺序的生物学上的律法 三 有关道德因果或者行为和结果的业力法则 四 有关电力和潮值的物理现象 五 有关主宰潜意识过程的心理律则 如此 业力被认为只是五种自然律的一种 解释世界上各种多样变化 业力常常被环境所影响 慈善的和恶意的力量形成 去反对或者支持这种自我运转律 其他也能促使或者妨碍这种业力的是 出生背景 时间 或者各种因缘条件 外表的进丑壮弱和个人的努力 一个有利的出生 或者不是有利的出生 能够发展或者阻碍业力的实现 举例说 一个人出生于一个高贵的家庭中 或者愉快的生活中 他的幸福出生 会提供一个容易的机会 为他的善业所运转 即使他不聪明 亦都能够因为某种善业 而出生于一个富贵之家 他将因为他的父母 而被人们所尊敬 如果同样的一个人 出生得运气较差 他就不能够有同样的待遇了 美好的外表和不好的外表 是两种其他的因素 可以妨碍或者帮助业力的作用 假使具有一些善业 一个人可以得到好的出生 但是这种出生 却被一些恶业所转坏 这样 他将不能够充分享受到善业的利益 即使他是一个皇位的继承者 他将因为身心的残缺 而无法接受提拔到最高的地位 外表美貌也是一个资产 一个长得英俊的人 即使生起贫穷父母的家庭 也从而能够获得显著的影响力 我们也能够发现到有人从贫寒 身份低赞的家庭背景中崛起 而获得声明和大众的欢喜 例如男女电影明星 或者在选美会当选的美女皇后 时代和环境 也是影响业力作用的另外两种要素 当饥荒和战乱的时代里面 所有人们被逼于受难 和在同等命运中而无例外 这种不如意的环境 也可能在恶业操纵 在另一方面 如意的环境 也可以妨碍恶业的运转 努力和才智 或许是影响业力运转中最重要的因素 没有努力 物质和精神方面都不可能有进步 如果一个人不作出努力去治疗自己的疾病 或者解决他的困难 或者勤勉奋斗使自己进步 这样他的恶业 将会得到一个适当的因缘而产生结果 然而假使他能够尽力克服他的困难 他的善业将会帮助他 菩萨有一次在他的前生中 在船上遇到海难而沉到海底 菩萨努力救自己和他的母亲 另外的那些人就在祈求神明 将他们的命运交给那些神子 结果是菩萨逃出了危险 而其他人就被浸死了 如此 业力的运作透过其他的力量而有帮助或者阻碍 出生美貌和丑陋 时代和个人的努力或者才智 虽然人能够用某种方法 很快克服业果 不过 假使他们仍然停留在生死轮回里面 他忠够不能够逃出这种业果 无论何事 只要因缘一成熟 他以前克服过的业果 照样能够再影响他 这些是世俗的生活的不决定性 即使佛陀或者阿罗汉 他们已经在最后身了 仍然还要感召特定的业力 时间 是人们体验善恶业果的另一种因素 人们只能够在现身中 体验到某些业果 但是另外有一些业果 要等到下一生才成熟 另外有某种业果 要直到停止生死轮回 获得涅盘后才会消失的 不同的主因 在于当时人行为的初发心 那些不相信业力的人 应该了解到这种业力 不是借由任何宗教所产生的 虽然印度教 佛教 奇拿教 都说明了这些能力的本质 这种宇宙律的存在 是没有宗教之分的 所有人如果违背了这些定律 不管他是信什么宗教 都会受到果报 那些一生中 安住在这种定律里面的人 将会体验到和平和愉快 所以这种业力律 是没有偏差的对待每一个人 无论他们相信或者不相信 不管他们有没有宗教信仰 业力律就如同其他存在的宇宙律一样 请记住 业力不是佛教的一种财产 假使我们了解业力 如同力量或者能量的形态 那么我们能够识别它是没有开端的 如果询问业的开始 就好像问电在什么地方开始一样 业就好像电一样是没有开始点的 它是来自于某种因缘和合 照惯例 我们说业的出处都还是意志力 但是这些是非常约定或者细续的说法 就如同说河流的水是来自于山顶一样 好像海洋波浪汇入另外一个水流 一个意识 一个意识流入另一个意识 一个念头流入另外一个念头 这些都叫做业的运作 依照佛法简单说 每一个众生是一个生命的电源 都在业的开关之下自动运转 业是一种能量的形式 不能在飞逝的流动的意识 或者身体中找到 就好像芒果 不是陷藏在芒果树上的任何地方 而是依靠某种特殊的因缘和合而产生的 这个就是业 业就好像风和火 它不是陷藏在宇宙的任何地方 而是在某种特定的因缘和合之下而存在 这样也不错 只能在一样忌计 这是稻 Phew 好